我们来继续看第二节 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 当然这一节呢 主要讲是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原则 我们主要是从两大类分别入手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股份支付的确认和处理原则中的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作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呢 我们分成 有等待期和没有等待期两类 首先有等待期 什么意思 从受益日到可行全日 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这叫有等待期 那要没有等待期呢 没等待期言外之意 就是受益日那一天就是可行全日 那他翻译过来 受益日那一天就是可行全日的话 翻译过来不就是受益后立即可行全吗 对的 受益后立即可行全没等待期 刚才给大家讲了 在现实生活中啊 这受益后立即可行全的情况不多见 假如你真是为了留住员工的话 那么一般来讲 他要达到一个长期激励的效果的话 通常都是有等待期的 所以考试时呢 除非从客观体角度来遇到这个没有等待期的情况 一般来讲 我们会重点考察的还是有等待期的情况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什么是有等待期的 那么全决算的股份支付有等待期的时候呢 其应当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付表日 假如你等待期一共三年 一二三三年 那这里涉及到第一个资产付表日 第二个资产付表日 第三个资产付表日 你要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付表日 以对可行权 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权益工具 在收予日的供运价值 前面这个为基础 这是个量 供运价值呢 这是个价值 这个数量呈价值 数量也可叫承担价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进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者当期费用 同时进入资本工具的其他资本工具 我把这段话给他翻译过来 他说的是啊 如果是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付表日的时候 你都要做一个处理 你的处理的分路是怎么写的呢 借记的是成本费用 比如说你激励的是管理人员 那这是借记的管理费用了 那代记什么呢 代记的是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有时候老师这分路我会 借比如说管理费用 代资本工具这我会 关键这金额是怎么来的呢 这金额是成出来的 怎么成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啊 我这三年期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第一年年末的时候啊 在第一年年末的时候 我们要估计一下可行权权益工具 数量的最佳估计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收益日的时候 你不是收益了 你比如说你收益一百个管理人员 每人一万份股票期权 一百个人每人一万份 那么一百个人每人一万份 假如收益日的股票期权的价值是十元 那就是一百乘一万再乘十 关键是到第一年年末 你得看看当年有多少走的 假设当年一个人都没走 有时候那就按一百算吗 也不对 那么在第一年年末呢 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 也可以叫一个理念 是站在局部考虑全局 所以我经常说 学股份支付啊 不仅学会计 而且要学会呢 全局管 你看好多人呢 他格局高 为什么呢 在他的头脑中 有时候他能把握全局 把握全局者可做帅才 有些人呢 目光太窄 老盯着眼前的事 鸡毛狗眼 斤斤计较 那就不行 那永远成不了帅才 人帅才 一看 看得长远 那种例子啊 也就是说我们 你比如说啊 你是三年期 你站在第一年年末 对吧 第一年年末 那么你要考虑全年的 第一年虽然一个人没走 但是你还预计下 未来两年有没有人走啊 假如你预计未来两年 可能又走五个人 那好了 那于是你在第一年年末呀 你就用95 乘以每人一万份 每份收役日的顾价值是10 你说那这算的是 你用95人乘以一万 每人一万份 这不就是那个将来你要给的权益工具的数量的最佳股价数吗 而你乘以那10 就是收役日的权益工具呀 而成完之后这个数呢 这是你总的三年的 这说的是站在第一年年末 预计整个三年下来 你作为企业应该给人家多少 你不是拿股票去结算吗 你应该给人多少股票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就是拿股票去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么在第一年年末 你就估计下来呢 三年下来你拿多少股票去结算呢 95人每人一万份 这不95万份吗 95万份每份多少钱呢 按收役日那天的供应价值来乘 乘10 乘完10之后 这是三年下来企业总的这种负担 然后你要想问第一年有多少成本费用的话 你站在总体之道之后 你再乘以三分之一 这不就分给第一年了吗 比如说那第二年呢 到了第二年年末 同样你看看前两年走多少 那第一年没走 看第二年有没有走的 假如第二年走了一个人 那么预计第三年还得走四个 那整个还是走五人 所以你第二年年末 仍然是站在局部看全局 认为整个走了五人 你仍然是用95乘一 这是你企业整个要承担的这个股票数 你要支付多少股票数 95乘一万 95万 然后乘以10 是授予那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再乘以三分之二 或者要除三乘二 这是前两年的 那么你相当是95乘以10 乘以一乘以10 除三乘二是乘以三分之二 这是前两年的 可是我要问的是 你第二年的成分费用多少怎么办呢 你用这总的前两年 把第一年算出的成分费用减掉 用倒计的方式 不就是算出第二年了吗 你说那我要是第三年怎么办呢 第三年就好办了 第三年 比如说啊 刚才说第二年走了一个 预计第三年会走四个 结果第三年呢 走三 他要走三的话 第一年没走 第二年走一个 第三年走三 那整个等于是走了四个人 所以最后是96乘以乘10 这不是总数吗 用这总数减去前两年的 咱倒计出来 那不就是第三年的吗 其实我这么一说呀 大家呢就能明白 这个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表日 我们是怎么去算成本费用的呢 永远用一个理念 就是站在局部看全局 站在第一年年末 先预计出整个三年下来 企业将拿多少股股票去结算 用那个股数乘以受于日的供允价值 算出总价值 如果你问第一年多少 因为是三年乘三分之一 你要问第二年多少 乘以三分之二减去第一年的 你要问第三年多少 用总的成本费用扣掉前两年的 就是第三年的 它是一个站在局部考虑全局 然后用倒计的方式算出每一年的 成本费用的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你算完之后 分路呢大家都知道是借记成本费用 借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注意啊 一定是资本攻击中的其他资本攻击 这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有等待期的 那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没有等待期呢 对于收益和立即可行权的 看到没有 换取职工提供服务的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么应当在授予日 按照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 这是授予日这一天的 将取得的服务 进入相关资产成本费用 因为你授予或立即可行权 授予多少 授予日是不用估计的 当时就可以行权 就这些人这些数 能以授予日的供允价值 这不用估计 对吧 你未来情况你不可获得 你才要进行估计 而当日的情况 你已经亲眼所见 何必再估计呢 因此 你用当日的数量乘以 供允价值算出 所谓的成本费用 借记成本费用 代替什么 代替资本公积 但这个资本公积 它却不是其他 它是谁 它是资本公积中的 股本溢价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稍作总结 如果是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 在等待期内的 每个资产付表日 我们是借记了 成本费用 代替的是资本公积的 其他资本公积 如果是授予或 立即可行权 没有等待期的 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走的 授予日那天 直接走的是 借记成本费用 代替的是资本公积的 资本公积中的溢价 当然如果有等待期的话 授予日是不做账的 并且如果有等待期的话 在等待期内的 每个资产付表日 我们是站在局部 考虑全局 然后倒计出局部的情况来 这就可以了 好 那么换取其他服务的 应优先采取所提供服务的 公允价值 也就是说 刚才说是为了换得职工的服务 如果是换取其他方服务的呢 刚才是为了获取职工的 那么其他方的 我们是应该优先采用的是 服务的供应价值 那有人追个人问底啊 问了 说服务的供应价值 是哪一天的服务的供应价值呢 我们来看 对于换取其他方服务的股份支付 请当按照其他方服务 在取得日的供应价值 按照其他方服务在取得日 是取得服务那一天的供应价值 将取得的服务 进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费用 如果其他方服务的供应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 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但是此时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还是受益日那一天的吗 也不是 按照权益工具 在服务取得日的供应价值 将取得的服务进入相关资产成本 或者是费用 我们看得出来啊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假如你是取得职工的服务 你用的是受益日那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如果你取得的不是职工的服务 而是其他方的服务 我们优先用的是服务在取得那一天 不是受益日 是取得服务那一天的供应价值 如果服务的供应价值找不到 我们还有权益工具的 但这个权益工具也不是受益日那一天的 而是在服务取得日那一天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所以职工的强调 受益日那一天的供应价值 而其他方的 我们强调的是 取得服务那一天的供应价值 他们这个时点是不同的 好 我们来看一道单项选择题 2016年的1月1日 贾公司仅股东大会批准 预期高管人员签订股份支付协议协议约定 等待期是16年1月1日期 两年 16年1月1日 到17年1月1日 再到18年1月1日 其实是到17年年底 这是两年 两年期满 有关高管人员在贾公司工作 欠每年净资产收入率不低于15%的 高管人员每人可 无偿取得10万股价公司股票 大家记得 无偿取得时 说明是行权价为零 那么股票价格减去行权价格 就是我们的期权价格的话 因为行权价格为零 所以股票价格自然就成了期权价格了 那么如果行权价不为零的话 股票价是股票价 期权价是期权价 如果行权价为零的话 股票价和期权价是相等的 我们来继续看 假公司普通股按照董事会批准 该股份支付协议前 20天的平均市场价格 计算的供应价值是20元一国 那么授予假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18元一国 大家看一看授予日 普通股的供应价值18元 大家想一想我授予日那一天的股票是18元 那一天的股票期权的价值多少 也是18呀 你说老师你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行权价为零啊 是无偿取得吗 对呀 也就是说你的股票价格 简直行权价格才是期权的价格 而此时股票价格是18元 行权价格为零 所以股票期权的价格在授予日时是18元 是占不来的啊 我们接下来看 2016年的12月31日 假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已经是每股25元了 根据假公司生产经情况及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综合考虑 假公司预计该股份支付 行权日期普通股的供应价值是24元一股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中 属于假公司在计算16年 应该股份支付确认费用是应使用的 普通股的供应价值是多少 70呢 我们知道 那么16年年末你算 这不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吗 对吧 这个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话 用的都是授予日那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有人老说 我就不明白 什么时候用股票的供应价值 什么时候用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呢 其实本来用的都是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 不让用股票的供应价值 人说的是授予日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那个权益工具不是股票 是股票期权 我给的你不是股票 给的是你买股票的资格是期权 而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 才是我们要用的 可是如果行权价为零的话 股票期权的价格是用股票价格减行权价格 当行权价格为零的时候 股票价格自然而然就成了股票期权的价格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用的一定是 2016年1月1日 股票的供应价值18元一股 做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的 好我们来看 那么预计行权日假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不是 2016年1月1日假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这18元 它是没问题的 16年12月31日的假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 它不是授予日的 因为16年1月1日才是授予日 授予日的股票价格因为是行权价为零 所以它就成了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 递选项是董事会批准 该股份支付协议前20天按假公司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计算公价值肯定不是的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就是递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企业应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责表日 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数为基础 你这个行权数量就是企业应该拿多少股票去行权 企业拿多少股票去行权就得估计有多少人 人是估计出来的 每个人的数量是固定的 用估计出的人数乘以固定的数量数 然后再乘以谁呢 乘以权益工具在受益日的供应价值 这个权益工具指的是那个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是期权不是股票 你说股票期权不是股票吗 不是 股票期权是你买股票的那个资格 叫股票期权 那个资格值多少钱呢 比如说你行权价是五块 股票价格十五 你有五块买十五股票的资格 你说赚多钱 他有十块钱差价的 再来一遍啊 说你有五块钱资格买股票 但股票价格是十五 股票价格是十五 你可以花五块钱来行权买股票的话 你的这种资格值多钱 你花五块买十五的这种资格 你是不是值十块钱呢 对呀 这个资格给你赚十块钱来嘛 所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是股票价格减行权价格 当行权价格为零 股票价格不就等于权益工具的价格了吗 所以呢 我们用的是权益工具的受益日的供应价值 当像我们这道题中说的是无偿的 给的 这种一无偿 他不就成了行权价格为零了吗 当行权价格为零的时候 我们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就是受益日那天的股票的供应价值 那么将当期取得服务 记住了相关资源成本和费用 我们要写分录的话 借记成本费用 代记的是资本公共机 其他资本公机 好 Y&T的正确选项是B选项 这道题呢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什么是股票的价格 什么是股票期权的 受益日那天的供应价值 我们来看 代理向取得题 06年的1月1日 经股东大会批论 贾公司向50名高管 每人受益1万份股票期权 记得股票期权不是股票 股票期权的价值是 股票价格解先权价 明白了吧 那么50人每人1万份 根据股份支付协议规定 这些高管人员 自06年的1月1日起 在甲公司连续服满三年 等待期待三年 也就可以用 每股5元的价格 购买1万股 甲公司普通股股票 06年1月1日 这天是授意日 每份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是15 人说的很清楚 不是股票 是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是15 那么接下来 50乘1万再乘15 就可以了 这说的是50 一个人都没走 06年没有人离开 没错 甲公司预计 未来还有两年 有5人离开 那最后 整个三年下来 那就是50人减5人 就剩45人 45人每人给1万份 这就是你预计拿多少股票去结算 你站在企业 以权益结算 给人多少股票呢 45人 一人1万份 这不45万份吗 那么这个股票值多少钱呢 这股票期权值多少钱呢 授予日那天的权益工具供应价值不15吗 再乘以15 乘完15之后 这对一起来讲是总负债 你要问06年的成本费用是多少 乘以三分之一呗 那就出来了 我们来看啊 06年12月31日 甲公司授予高管的股票期权 每份的供应价值是13 说的是06年年末是每份13 这也没用 我们用的是授予日那天的15 甲公司应该股份支付协议 在06年应劝的职工薪酬的费用金额是多少 就那成本费用 这个成本费用多少呢 应该用45乘1乘15乘三分之一 我们就算出来了 这里呢有四个选项 正确的选项是C选项 225 你看它是怎么来的 用45乘1乘15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是225 人老师这没乘1 乘1不幸就乘一下 不乘也没关系 乘1成不成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是225万 因此本费的正确选项是C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原则 和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原则相比的话 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当然有本质的差别 首先呢我们说相似 它也分为有等待期和没有等待期两种情形 那么我们就分别从有等待期和没等待期两个角度来看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如果有等待期的话 那是说从授予日到可行权日之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这段时间我们叫它等待期 也就是说在有等待期的情况下 其应当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比如说等待期一共三年 这是一年两年三年 那么在这三年中将有三个资产负债表日 在资产负债表日12月31日的时候 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这句话呢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说你要站在某一个年份的年末的时候 你要站在局部想全局 想全局什么呢 想全局总体的可行权情况 说白了就是三年下来 比如说等待期为三年的话 三年下来有多少人会走 有多少人会留 我们主要是关注留下那些人 因为你要对他进行激励 留下的人每人给多少份权益工具 每份权益工具的 在资产负表日的供应价值是多少 用人数乘份数 份数再乘以供应价值 就算出企业承担的总负债了 所以说呢 在最佳估计的基础上 主要是估计将来谁会留下来 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供应价值 这个负债的供应价值 其实是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来算的 用你的人数乘份数乘以 资产负债表日那一天的供应价值 算出你的负债总额 那么记住呢 当期的成本费用 代际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这说的是在等待期内的 每一个资产负表日 我们都这么办 等待期内的算法 跟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非常类似 他们都要本着一个站在局部 想全局要有大局观的 这样一个视角来解决问题 但是呢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和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比起来 扑了等待期就不太一样了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出了等待期之后 就是一件事 等着行权 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则不然 出了等待期之后 比如说这是等待期出来了 在行权之前 假如说这是行权 有效期是两年 在你出了等待期之后的 资产负债表日 包括最后的结算日 在这些时点上 你还要做什么呢 还要在你的每个资产负表日 或者结算日啊 对负债 这个负债是应付支付薪酬 对这个应付支付薪酬的 供应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如果你发现应付支付薪酬的 供应价值发生了改变了 要把这种变动技术 当期的损益 具体的科目是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当然我说到这儿 已经注意到了 等待期内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和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差不太多 都是站在局部 想全局 出了等待期之后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就要比较一下 负债的价值变化 那么用负债的价值变化 我们进入当期损益的 这说的是 出了等待期之后的 资产分表日和最终的结算日 都要做这一步处理 这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所特有的 那么对于没有等待期 也就是授予或 立即可行权的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他说的是没有等待期 那说的是一授予 就进入了行权有效期了 这都属于行权有效期 而这个行权有效期 这都是一样的 在行权有效期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对你负债的价值 进行关注 他如果供应价值 发生变化的话 我们进入当期损益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授予或立即可行权 这说的是等待期没有了 那么直接就进入了 行权有效期了 其应当的授予日 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 供应价值 进入相关的资产 成本或者费用 同时代计的是 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不用估计 授予日的时候 有多少人会行权 这事是明确的 用人数乘负债数 再乘以当天的供应价值 算出了负债 那么直接算出负债之后 很快在结算前的 每一个资产负料日和结算日 要对这负债的供应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看得出来 别管有没有等待期 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它都有一个重新计量的问题 重新计量时 发现负债有变化 将其变化 进入当期损益 走的是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的 快期科目 这是最继一般的原理 我们在这里呢 也可以简单的比对一下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等待期内 它始终用的都是 受益日那天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等待期内 它用的都是 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的 供应价值 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在等待期内 完成任务之后 站在局部考虑全局 确认了成本费用 带进了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之后 出了等待期 那么它就 只能等到结算了 没有什么处理 但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不一样 出了等待期 就开始关注 这负债的价值变化 负债价值有变化的 我们要记录当期损益 当然 负债增加时 待机应付支付薪酬 借机的是 供应价值变化的损益 负债减少时 做相反的处理 好 那么针对上述内容 我们来一起看一套 单项选择题 经股东大会批准 M公司2018年1月1日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是 M公司收益其 100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每人1000份 现金股票增值权 这说的很清楚 这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给的现金股票增值权 其实将来支付的是现金 可行权日是 21年的12月31日 授予日是 18年的1月1日 到22年1月1日 是正好对头4年 所以说21年12月31日 这是第4年 这等于是可行权日 为21年的12月31日 从授予日到可行权日 走了4年 1234这是可行权日 这是21年的12月31日 等待期一共是4年 该增值权 也就是现金股票增值权 在23年的12月31日之前 行事完毕 21年12月31日 再往后走 22年这是23年 那说明出了等待期之后 又给了两年的行权有效期 你必须在这个行权有效期内 行权 你才能有效 否则就算你有权力 它也可能要做费的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 如果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等待期内 这个套路都是站在局部 想全局 都是跟权业结算的股份支付 是一样的 但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它所特有的是什么呢 出了等待期 就要考虑负债的价值变化情况 好 我们来一起看 改增值权应在23年12月31日 之前行事完毕 M公司售一日 股票市价是每股五元 截至到21年 累计确认负债是60万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啊 在等待期这四年下来 那么M公司一共确认了60万的负债 有人会问 怎么确认的 那无非就是用你的 因为是总数啊 总数的话 那就应该是你的 最终行权人数乘以份数 再乘以勾引价值数 那么人数是多少呢 我们进来看 那么这60万是由18年到21年 共有10人离职 那说明还剩下90人 22年没有人离职 但有8人行权 二年那就到了 行权有效期了 那就到了负债 供应价值变换那段了 我们说等待期那样 他给咱们算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这60万等于90人 乘以1000份 每份按照你的 21年12月31日 这一天的供应价值 这个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来乘 就能算出总数 比如说供应价值多少 这里告诉我们总数了 也就无所谓了 假如给你个供应价值 你用90人乘1000份 乘供应价值 应该等于60万 现在呢 总负债值得了 看来他的目的 不是问我们等待期内的事 他要问我们出了等待期之后 那负债怎么变化的事 我们来继续看 这个二年没人离职啊 但是有8人行权 说明在你这90人中 有8人行权了 到了二年年末 还剩下82人没走 对吧 这82人没走 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在二年年末时 你要算负债的金额的话 那就是80人没走 乘以1000份 乘以二年年末的 这个现金股票 增值权的供应价值 这是负债 然后再加上行权那八人 你支付的现金 其实你支付的现金 88000元 它也是负债 只不过它是你偿还了的负债 你偿还了的负债 没偿还钱 不也是负债 也就是在你偿还那10点上 你刚一偿还 它就没了 但你没偿还之前 它也是负债的 所以说在二年12月31日 负债总额是多少呢 是82人乘1000 乘以二年年末的 供应价值 再加上那88000元 是负债的总额 这负债的总额 和你等待期内 或者说在你 到了可行权日的时候 这个10点上的60万去比 大于60万负债是增加 小于60万负债是减少啊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二年年末 增值权的供应价值是12 哎 有了 所以二年年末负债的总金额是 82人乘以1000份乘以12 有了吧 这是总的负债中的 没行权的部分 那么 有人说没有乘以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这出了等待期 就不用想了 再加上那88000元 这是我们这个 出了等待期 在行权有效期内的 22年年末的负债的总价值 用负债总价值减去 你在等待期内 出现了60万的负债 你会看出负债是不是有变化 有没有变化呢 经过计算 你会发现 负债真的是增加了 47万2000元 所以它会让供应价值变动 损与出现在借方 因此它是个负数 它是个损失 我们正确的血项 应该是必选项 有人说老师 我没看出来 为什么必选项 咱算一下啊 也就是说 用你的82乘12 这不是82乘12吗 再乘1000 加上88 减去60万 这是47万2000元 这是负债的增加 所以代记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借记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当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在借方时 它是损失 它是利润的减少 所以代负号 因此本期的正确选项是 必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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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